紅鶴廢棄物處理廠 紅鶴廢棄物處理廠 四年前開始找適合建廠的土地 但不是面積太大 就是地價過高 完全超出中小企業負荷 有去問大概所謂的行情價 對 像我們一開始要買土地 可能會先問個中介公司 我們就聽到行情價就是 開得非常的高 就是超出我們的負荷 後來透過介紹紅鶴在2015年 買下聚波科技在中興工業區部分土地 但到現在因為當地居民抗議還無法動工 公司在考量情勢還有主管機關的建議之後 在8月份宣布撤案 不同於紅鶴 位於桃園的同開科技 早在六年前就在桃園環保科學園區買地 設廠處理無機污泥 一個是環保園就不用環評嘛 另外就是說交通啦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佔地利之變的 就是離客戶是比較近的 但現在桃園環保科學園區而滿 詢問南部的環保科學園區也一地難求 生活水準好 民眾也不希望說旁邊有一個環保廠嘛 對 所以找場地絕對不是很容易的啦 要找一個適合場地不容易啦 所以就要靠看政府怎麼規劃 所以就要靠看政府怎麼規劃